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这则视频里 其舰上的官兵披露了他们配备的76毫米舰炮 曾将一艘排水量8000吨左右的舰拔给击沉 那么在水面舰艇武器导弹化的晴天 实际上舰炮能发挥的战场作用已经没有了一二战那样的强大 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应战不同作战环境的需求 各类口径的不同的舰炮依然是当前大多数国海军水面舰艇必备的一种武器系统 以当前各国海军配备的舰炮而言 一般根据口径的不同可分为大口径 中口径和小口径三种 比如大口径舰炮多以127毫米或130毫米口径为主 而中口径舰炮的口径则多为57毫米或76毫米 至于小口径舰炮的口径一般在20毫米到30毫米之间 而在这当中 大口径舰炮一般配备在巡洋舰 驱逐舰或大吨位的护卫舰上 主要用以对敌防水面 路面目标实施打击 并兼具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 中口径舰炮一般配备在多数的护卫舰或更小吨位的水面作战舰艇上 其技能打击水面 路面目标也具备较强的防空作战能力 而小口径舰炮多为射速较快的加特林转管炮或其他类型的速射炮 并主要作为水面舰艇的末端禁防炮之用 而配备在我国海军054A导弹护卫舰上 当作主炮之用的这门76毫米舰炮 便属于典型的中口径舰炮 那这门国产新型76毫米舰炮 传说的型号为PG-26式 从技术而言 根据俄罗斯海军目前装备的AK-176M式 76毫米舰炮颇有一定的渊源 且以当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推测 它的最大射速为每分钟120发左右 射程最大可达15公里 射高最多可达12公里的水平 且能发射多种不同类型的同口径炮弹 以此对付包括水面 路面和空中等 多种不同类型的目标 同时 这门国产新型76毫米舰炮 还拥有全自动 半自动 两种操控模式 舰员可在专门的舰上舱室内 远程操控这门舰炮 且在全自动和半自动 两种操控模式都失效的情况下 舰员还能进入炮塔内 以炮塔内遥控操炮的方式 通过炮塔携带的光电瞄准系统 瞄准并打击目标 当然 由于这门国产新型76毫米舰炮 属于中口径舰炮 因此 单发弹丸的威力自然会较低 从此次央媒发布的采访视频里 可以看出呢 使用这种口径的舰炮 一般需要耗费150发炮弹 才能击沉一艘排水量8000吨的舰霸 但是由于054A导弹机护卫舰 水舱舰上的舰员操纵出色 因此 在那次实弹射击任务里 通过使用对靶舰水限处设计的方法 仅消耗了120发炮弹 就把排水量8000吨的靶舰给击沉了 从这点来分析 考虑到国产新型76毫米舰炮的实际射速 高达每分钟120发左右 因此实际上 也就是说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54A导弹护卫舰 许创舰 这门76毫米舰炮 就能击沉一艘海水量8000吨的舰霸 且射击的精度十分高 而如果是实战状态下 联想到敌舰一般都是携带大量油料和弹药 如此一来呢 只要战机合适 054A导弹护卫舰在使用76毫米舰炮的情况下 也能给予敌舰十分沉重的打击 甚至直接将其击沉 那在当前呢 我们人民海军的054A导弹护卫舰 以及包括056系列导弹护卫舰等在内的多款战舰呢 实际上都配有这种性能出色的国产新型76毫米舰炮 因此 虽然在未来可能的海战里 发挥第一威力 仍是各舰上携带的各类导弹 但这些整体性能不足的76毫米舰炮 仍然能赋予这些国产战舰较强的近战能力 从而确保 无论在何种距离上 我人民海军的水面作战舰艇都具备较强的实际作战能力 众所周知 在30艘054A型护卫舰全部服役以后 海军又追加了新一批20艘054A护卫舰的建造计划 目前 新一批的054A护卫舰已在建造中 其中第31艘滋阳舰已经建成大半 预计不久之后就可以完工下水了 当然 海军追加建造新一批054A型护卫舰是不无道理的 作为一款4000吨级的护卫舰 054A的性能十分均衡 不仅防空 反舰等各种能力坚固 而且性比架十足 单舰造价只有17亿人民币左右 这也是该舰建造30艘之后再次追加20艘的原因之一 不过 虽然054A护卫舰性能均衡 甚至放到其他国家都能当主力战舰使用 但毕竟该舰 与近期年与欧洲兴起的护卫舰大型化的趋势下 诞生了美国星座机 日本的FFM 英国的26型 德国MKS180等 满载至少5500吨的新一代大型护卫舰相比 054A护卫舰确实有些落后了 所以 在054A护卫舰之后 我们已经很有必要推出新一代护卫舰了 那新一代的054B型护卫舰需要达到怎样的水平呢 首先明确一下 目前各大国海军队护卫舰的用法 主要包含军事干预区域护航 护航运输 搜救反潜 航母编队护航 防空反舰等 而具体到我们 因为我们周边强敌潜艇数量庞大 且性能不俗 这就要求我们的新一代护卫舰 在兼顾以上功能外 还要强调反潜性能 综上需求 结合054A型护卫舰的缺点 我海军下一代054B护卫舰 大致需要达到以下性能标准 一 满载排水量 5500吨到6000吨 考虑下一代护卫舰 5倍和自持力的需求 054B护卫舰的灯位数 相比于054A自然会有不小的提升 这样在火力和续航上 才能满足航母编队的需求 二 综合全电系统 综合全电相比全燃 或者柴燃 对舰艇电子设备 供电有着很大的优势 而且对反潜性能的天然优势 也不是一点两点 在2020年就有报道称 21兆瓦的发电板燃气轮机已经亮相 所以在下一代护卫舰上 必然会看到它的身影 三 航电系统基于055和052D驱逐舰做减法 比如可以配备双面X加S波段 双波段旋转主动相控阵 以及四座相控阵体制的 半主动防空雷达照射器 或者再加个类似052D 05C的米波反引身雷达 四 武器配备5500至6000吨的排水量 配备48个通用垂发数量适中 不过其中要包括8-16个9米深的大坑 用来搭载英机18这样的反舰导弹 另外则可以搭载红旗16C 或者新中距防空导弹 以及鱼巴火箭驻飞鱼雷等 当然除此之外还要有76毫米舰炮 1130进防炮 海红旗10等 5 强调反潜装备双机库 目前我海军采用双机库设计的舰艇并不多 新型舰艇中就只有055大驱采用了 直20反潜机对于反潜会有很大的提升 配备包括拖曳阵链声纳在内的先进声纳系统 进一步提升反潜性能 总体来说 如果下一代护卫舰达到这样的水平 自然又能在全球一流护卫舰中 占据一席之地 不过 这样的054B基于目前的054A护卫舰 舰体做改进是很难做到 毕竟054A的动力和舰体设计已经定型 不可能再有较大的升级 而最好的做法就是基于052D的舰体做减法 不过这样的新一代护卫舰已经不叫054B 虽然其定位类似054A和052D系列的关系 但因为高配舰吨位大了将近一倍 注重远海作战能力 所以下一代护卫舰相对廉价 重视反潜也是基于055的定位而来 在这一定位上设计的下一代护卫舰 最终可能会是一款类似反潜版的大型护卫舰 很多关于054B的想法 实际上是淤泥语 一款护卫舰不能和052DL尺寸价格相似 这一基础上如果把时间拉回到十年多前 当时海军还有不少051驱逐舰在意 可054A无论是性能还是尺寸还是造价 都比05A要高 甚至与052各类指标相近 而且正如前文所说 下一代护卫舰的使用环境 应该是立足于2030年代 而非2020年前后 海军当前大量建造 055与052系列 也是认为当前最大威胁来自空中 或许2025年之前 真正的下一代护卫舰还并不会到来 其实不仅仅说我们需要的 是不是下一代护卫舰 也许下一代反潜舰就不再是护卫舰 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 除了当年的R5位叫第1 其他各类舰艇舰行是DD和DD计 防空驱除舰叫DD计 通用驱除舰叫DD DD其实就相当于别国的护卫舰 而防空为主的盾舰 可以看作是我们的055052DL系列 如果我们抛开基于历史原因的护卫舰 一定要比同时代驱逐舰弱小的概念 其实护卫舰是来自于风帆舰时代 认为是护卫舰 但如果我们换一下引号的位置 看看历史就可以发现 驱逐舰诞生之初 干的其实也就是一般意义上护卫舰的活 现在我们类比昔日的苏联红海军和日本 我们就是把它们理解为防空舰和反潜舰 只是防空舰因为雷达体制原因 通常尺寸会更大 但也不绝对 是不是就更好理解了 我们需要的是一款2030年技术不落物的 主打反潜兼顾防空反舰与多任务能力的舰艇 并且大概率还是传统舰艇 而非欧洲那种大型巡逻舰 至于到时候 这款舰艇还叫不叫护卫舰 可能就只是个习惯原因 不叫护卫舰 不叫护卫舰